大家一起努力 客人要忍痛 刺青師要硬住專注 而且是自己的作品 當然想要他刺得很好 有道理 對啊 有自己 我發現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眼睛突然發光了 因為我們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我們才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忙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用的針都是拋棄式的 所以我們用完個刺 我們就不會 你可以買鑽戒 你可以買名牌包 但是你也可以用刺青去 去讓自己變得好看 對對對 那胖的跟瘦的 價錢會不會不一樣 有差喔 真的不一樣嗎 我只是開玩笑的 真的 是算面積的嗎 真的是算面積 因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欣 天天都有心事 今天我們要來探索一個 有點神秘 有點跟黑色連上鞭的行業 叫做刺青 我透過朋友啊 幫我介紹了一群熱愛刺青 而且願意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投入這一行的好朋友 讓我們今天一起來 揭開刺青的神秘面紗 看看現在的刺青行業 和我們心目當中的刺青行業 到底有什麼不同 讓我們今天一起 把心中所有的疑惑 一次問完 Let's go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終於去愛國路的綠洲刺青 以前啊我只要看到刺青店 總覺得裡面黑黑暗暗的 我就快步經過 連進來都不敢進來 不過今天約好了 咱們就進來走走看看 老陳 哈囉 你是老陳啊 對 看起來超年輕的 沒有 他們都比較年輕 真的嗎 對 大家都在做什麼 在工作 對畫圖 還有一隻臭熱鬧的跑上來了 你實際從事這一行之後 你發現客人 真的會是我們印象當中的三教九流 還是各個階層都有 各個階層都有 主要都是服務業聚店 服務業 對 那一般年輕的小朋友 我看現在很多年輕小朋友 都會刺青 在我們印象當中 刺青就是刺龍刺鳳 可是我發現現在好多 刺的不見得是龍飛鳳 很多有的會刺一些生日 有的會家人的生日 家人的生日 對 但是最怕刺自己男朋友的生日 男女朋友 對 這最怕 因為這會換人對不對 對 都會跟他講說你確定要刺嗎 你會後悔 就這樣 講得有道理 那你們還蠻有良心 對 我會跟他講 真的不介意 對對對 因為這刺下去就是一輩子的事 對 除非你還要去醫美把他洗掉 我剛剛 從走進來 坐在這裡 我發現客人真的非常多 所以現在刺青是不是比過去 豐盛很多 或者是風行很多 因為是現在在台灣的風氣有點不太一樣 對 大家比較能接受這個文化 對 所以一會我們有辦法 你帶我上去看一看 實際刺青操作的過程嗎 可以啊 然後我們再跟幾個刺青師傅問問 一些我們心中的疑惑跟問題 好不好 你現在在做什麼呀 我現在在做轉應的工作 前置作業 對 所以這張圖是已經客人選定的圖案 是不是 對 這張圖是我幫我們店的同事設計好的圖 是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我們都是用下面這張紙去複印它 它會變成這樣 喔 貼上去我們就可以開始 小巴 那你在做什麼工作啊現在 我現在在準備客人的圖稿 因為它有很多的不一樣的部分 然後現在在做收尾 所以現在都是用 iPad在畫這個 科技相對比較方便 然後用Apple Pen嘛 對啊 畫得很漂亮 那這個都是已經跟客人溝通好了 然後你在把客人想像的東西 變成真實的圖案 然後再跟客人溝通 是不是 欸老師這就是你們的工作場合了嗎 對 這是我們工作場合 其實 感覺很明亮啊 怎麼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們 比較希望燈光亮一點不要太暗 因為對眼睛不好 對 我們是用勢力在工作 欸對欸齁 對 我以前印象中 刺青的場合不都是黑黑的 然後掛滿了各種龍鳳 和日本服飾會的圖案嗎 對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因為我們比較美式 就會放一些自己畫畫 就是自己畫的 喔真的啊 對 所以一定要畫畫才能從事這一行 走到這裡我還覺得 是不是來到了網紅的直播間 都有亮燈欸 嘿嘿嘿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現在來吃青的 都是超級漂亮的小妹妹咧 酷 要補色 因為這是之前我們在澳洲吃的 但是它有 因為 手盤的部分會比較容易去 運動到 所以它這邊比較容易掉色 所以我今天要把它這些的顏色再補回 像我之前吃的一樣 對 所以照著原來的圖 對 因為關節處會比較容易掉色 關節處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像是這種平坦的地方 它就比較容易上色 顏色也比較了得住 但是在關節處的地方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運用到我們的手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 顏色會比較容易跑掉 對 冠宏你那個刺青是在哪裡學的啊 這個功夫 我的刺青是在 我也是在中立學的啊 我在這邊學的 中立學的啊 對 我在中立學的 中原大學那裡 中原大學那裡 那不就在我小孩那邊 對沒錯沒錯 真的啊 聽說你也周遊列國過 對 你曾經去過哪幾個國家生造啊 我去過澳洲跟美國 對澳洲我待了一年多 然後美國可能就是來來回回去這樣子 來來回回去待了快有半年吧 所以也是去學習 還是在那邊 就是去店裡工作 去別人的店裡工作 就學習 去邊做邊學 邊做邊學 對沒錯 那你覺得美寺 或者是歐洲的刺青 跟台灣的刺青風氣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其實國外的刺青風氣 我覺得會比較開放一點 對 因為加上 時代的變遷 然後 他們比較不會去排斥刺青 對 然後有時候也會西家帶券 大家一起去刺青店 刺青這樣子 我看過那種 孫女帶著奶奶去刺青的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她跟奶奶說我要你的簽名這樣 然後 奶奶就當場寫了簽名 然後 然後孫女就刺在她的身上 真的啊 對啊沒錯 那很有紀念價值 對啊 那很有紀念價值 所以刺青已經不會像是以前那樣 刺龍刺鳳 她的 她因為隨著時代的變遷 她已經像是藝術 可以再呈現 就是像是紀念一樣 可以呈現在人家的皮膚上面 對對對 就等於是把一個永恆的記憶 還有一個藝術品 你可以買鑽戒 對 你可以買鑽戒 你可以擺名牌包 但是你也可以用刺青去 去讓自己變得好看 對對對 一樣的東西 不過刺青應該會比名牌包和那個 鑽戒便宜一點吧 對 會會會會 也比那些跑車還便宜一點 而且是留一輩子的 也不會壞 對不對 好像有道理 對啊是一輩子的 不會壞 其實她也有個問題 剛剛老陳就跟我說 如果要刺男女朋友的生日的話 這個就需要考慮 那這個比較需要考慮一下 因為男女朋友不見得是一輩子 沒錯 沒錯 所以現在正在做的就是 它不是一支針喔 它是一排針 對 我要的是就是把它的顏色 再把它打飽回來 刺青去 對對對 因為它這邊比較容易屌色 所以我要再補第二次 對 兄弟跟你請教一下 刺青到底會不會痛啊 刺青一定會痛啊 沒有什麼痛 所以它是會痛啊 當然會痛啊 那你為什麼滿臉笑容 因為我覺得 現在正在我身材會那種變帥 所以我本來就很帥 還是因為有鏡頭 真的 我看你臉有那麼一點戰紅的感覺 因為很痛 刺青真的很痛 刺青真的很痛 真的喔 刺青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還要吃這樣子 我再幫客人除毛 對齁 要把毛除掉才能刺青 因為我們會貼一個 我們會沾一個轉印膠上去 然後它的色粉如果上去 如果有毛的話 如果移動到 那它就會印在毛上面 變成說整片會糊掉 所以一定要先把毛刮乾淨 所以就會沒有那麼力 對對對 你的那個刺青的功夫 是在哪裡學的啊 我是在台灣 台灣先做刺青 是 然後 在大概 1819年的時候 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美國 對 就是跟我的同事 一起去美國 然後再去進修了更多刺青的技術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外面有被尋討過 那個年代 美國的刺青跟台灣傳統 比較類似日式的刺青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每個地方的刺青 都有每個地方刺青的文化 對 就像是日本可能會有 比較多 比較有名的日式傳統 那在美國的話 其實他們 比如說如果墨西哥那邊 他們會有一部分的稱作為 Chicano的刺青 就是刺一些 墨西哥那邊的文化的東西 對 所以 我覺得每個地方都要每個地方的傳統 對 對 現在刺青的年齡 你覺得有沒有開始往下 有 非常的往下 但我還是覺得就是 還是要思考清楚 因為畢竟是一輩子的 有法律規定 他的那個可以刺青的年紀嗎 他是跟著公民權一起 對 像之前公民權是20歲 像 但現在下學到18歲 所以就是 18歲以上才可以刺青 所以18歲以上有自主權 你才有辦法對自己身體 去決定你要做什麼 不然我覺得 還是要去非常 就算你已經成年了 還是要尊重父母啊 不要因為刺青這件好開心的事 變成 不好的事 是 對 有沒有聽過 為了刺青跟父母之間 產生一些爭執的 有啊 有 真的喔 有的 怎麼說 就是他一開始認為 他 他覺得 他想做這件事 他就要去做 但我覺得 他認為自己的身體是自己的 但 他父母覺得 我不是不讓你刺青 是 是我希望你可以做更好的思考 讓你的這輩子都是更 因為不要 因為這個 你一時下的決定 來讓你自己後悔 但是如果你今天思考了 我也遇過父母就是 他的小孩思考了 非常清楚 那父母還帶他來刺青 因為他認為 陪著他 陪著你來看你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 互相理解很棒的地方 了解 很溫馨的故事 對 我聽說有的人刺青刺在裡面 父母沒有意見 喔 但我覺得 那個就是要看他們自己的溝通 因為有些父母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小孩子在可能未來的求職路上 或是一些他自己的發展上面 有些地方真的沒有這麼容易接受刺青的出現 是 比如說一些正式場合 不是說刺青不好 而是還是要去顧一下你自己的 旁人的眼光 對 因為畢竟你還是刺青是自己喜歡的 但是我們出現在別人的場合 我們還是要尊重別人 大家所尊重的樣子 可能社會上像我們這種 稍微滋身一臉的人 對刺青還是會有一些 對 負面的印象 但我覺得就需要 我們來給大家 有點像是一個解答 我們必須要介紹我們自己 這個文化裡面 我們熱愛這個文化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我們這個文化 並不是 Lily 那我就直接問啊 在我印象當中啊 來刺青的跟刺青師傅 好像都跟黑道有那麼一點關係 是不是都是那種 三教九流的人才會來刺青 喔 其實這個東西 他跟我們小時候看電影 常常遇到的東西蠻像的 就是我們看到以前 有刺青的人可能就是 黑道啊 或者是一些有關係的人 對啊 但是 其實目前我們這邊 我覺得 我們先不要論刺青 他們來刺些什麼東西 而是我們的風格 他可能本身就 不會Gay到 所以 你說的 任何人都有可能去任何地方刺青 但是 會來我們這邊的人通常都是 喜歡我們作品的人 不會因為我們會刺青 他就來找我們 欸我們這邊跟別的刺青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這邊 第一個 我跟我的同事們 其實我們都有去國外進修過 是 我們都在外面得到了很多 比如說台灣比較少的風格 是 然後我們把它帶回來 然後 用一些比較新穎的想法 因為科技在進步 然後我覺得 我們接收到的資訊也不一樣 我們 不會再只是刺以前都有的東西 我們會一直不停的想新的東西出來 例如說 就像藝術品的創作一樣 對 例如說 以前 以前可能會比較少人敢刺人像這件事情 他們會認為 是不是要開眼啊 什麼的 但我覺得沒有現在 你想刺你父母在身上 紀念他一輩子 那你就要把它刺得最漂亮的樣子 我們這邊剛好 我們就是學這個 我們有這個能力 可以幫大家紀念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 那是更 更溫馨的一件事 所以有的人 事實上父母或值得紀念的人 也有的人 事實上寵物 留下一輩子的懷念 就是自己用來紀念的方式 了解 對對對 謝謝謝謝 你再不趕快幫他刺 我看他已經很無聊了 開始看手機了 現在這個 對 就是把剛剛那個圖 對 這個是一幅圖 那我上次 因為這一幅我沒有辦法一次刺完 所以我分成兩次 我上一次刺了這邊 對 然後我現在接下來就是刺這一部分 所以不是一次刺完 有的圖案可能要刺個很多天對不對 對對對 也要看師父的功力 是 對 你刺過最長的一幅圖案 一個作品 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時間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跟理解的程度 有很大的關係 像我剛開始剛做刺青的時候 我不會刺 一個這樣子的圖 我可能就刺了八個小時 就 我還在理解 所以我東西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時候 我就刺得很辛苦 是 但其實我現在理解的時候 我很清楚知道這一塊我需要做多久 那其實這整張圖 它都會因為你的理解而加速度變得很快 對 所以不一定跟刺青師父的理解 技術有很大的關係 對 如果要刺這樣一隻手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嗎 幾天啊 可以玩工啊 如果是一整隻手的話 我覺得如果不包含 這個客人如果願意可以的話 我覺得我們店裡有師父可以包含 三天可以做完一整隻手 三天 甚至是三天可以做完一整個背 甚至是三天可以做完一整隻腿 真的啊 對 其實比想像中快很多耶 對 但我覺得就是要看每個人的耐心 跟客人的毅力 大家的 有點像大家一起努力 客人要忍痛 刺青師要撐住專注 對對對 對 如果不專注 還是會有風險 這是你一輩子的事 對對對 就趕快停掉會比較好 而且是自己的作品 當然想讓它吃得很好 有道理 對啊 我發現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眼睛突然發光了 因為我們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我們才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忙這些東西 了解 所以不會想要馬虎的做它 就想要 而且甚至想要這個客人 他帥就是我的榮幸 對 你看 有沒有 你看臉上出現的就是那個 光線跟驕傲的神情 對 我很以這個份工作為要 那現在則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轉印教 然後它是用來把這下面的色粉 把它黏上去 對 所以我現在會先把它揉開來 了解 慢慢來 喔 妳是第一次來刺青嗎 我第一次刺青 妳幾歲啊 21歲 哇 真的那很年輕耶 為什麼會想刺青 因為還沒刺過 想嘗試看看 是想突破自己 對啊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畫的 真的啊 嗯 厲害咧 那這圖案有什麼意思啊 就是 畫這個圖案的時候 是我在上課 然後很無聊 然後就拿筆在那邊畫畫 然後就突然畫出這個 我就傳給我朋友看 然後他就說很可愛 然後可以一起刺這樣子 不過看起來真的挺可愛的 對啊 我不是說圖案 我說妳啦 謝謝 好 妳有沒有跟父母溝通過 有啊 但我們家其實蠻開明的 對 因為我本身有 就是在學街舞什麼的 那剛剛 他就是傳給妳 然後妳就叫他 一起來刺是不是 不過這樣聽起來 好像妳刺過很多次喔 這一次第三次了 第三次 妳為什麼會喜歡刺青 就 喜歡把東西紀念在自己身上 有意義的東西 因為我看妳手上有一隻小貓耶 這是我家的貓 這是我們家第一隻貓 喔 所以現在刺青跟以前的不大一樣了 嗯 他就是把想要留作紀念的東西刺在身上 對不對 隨身攜帶然後變成一個永恆的回憶 然後我看他小貓旁邊那一個圖案 就 看他手上那個 就是妳同學畫的就對了 跟他旁邊還有三條線妳的怎麼沒有 喔那個是機器的那個線 我以為那三條線是代表那隻動物三條線 沒有 好勒 那妳有沒有跟父母溝通過 沒有耶 但是我第一次刺這個回去的時候 我媽覺得很酷 她還問我多少錢 真的喔 那我可以偷問妳嗎 你刺那隻小貓多少錢 這隻5500 所以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貴耶 五千五還可以接受喔 我發現你媽更酷 下次搞不好可以帶她一起來吃一下 真的很痛嗎 吃完之後就不痛了還是會痛了好幾天 她是會有那種腫脹的那種感覺 就像破皮的那種感覺 因為她是破壞皮膚的表層 所以她會有破皮 然後要等結痂去復原 她都會有一個期就是復原期 所以會有個三次點 對還是會痛 基本上我們用的針都是拋棄式的 所以我們用完一次我們就不會再用了 對我們會把它回收在箱子裡面 拿去給那種收廢料的醫療器材 對去給他們去做回收 所以都是一次性的 對都是一次性的 對一次性針錐 欸那會不會圖案不同會用不同的針啊 沒錯就是像畫畫一樣 你看畫畫有很多大的刷子跟小的刷子 我們會運用 我們會看哪邊需要用什麼樣的大小而去做 去拿那個針去做它 所以也都是一次性用完就把它丟掉了 對所以我們有分很多不同型號的針 對像我現在用的是就是比較大一點的 它是適合做漸層的 對像割線的話他們就會用比較密一點的針 就像是像是鉛筆一樣比較細一點點 但是我現在就像用麥克筆一樣因為它比較大 整片下去刷 對整片下去刷 所以會比較 欸那墨水呢 墨水嗎 就這四這一派六種 這幾杯是我有加水 就是不一樣的筆 所以顏色深淺會不同 會不一樣就像畫畫一樣 如果2B然後HB然後B的概念 對去做刺青 對一樣相輔相成的 這個已經好了嗎 對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做旁邊清潔的部分 喔 哇現在刺青不好做欸 對 刺完還要幫客戶洗腳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紅紅的喔 對 紅種是正常的 刺起來蠻好看的欸 酷 這也是一個超級耗眼力的工作 沒錯 有時候刺青完都沒有辦法對焦 真的喔 因為釘太久了 對 而且那個光 嗯 光一直閃眼睛 所以其實蠻傷眼睛的 所以你突然下筆的時候 你會不會 心中有一點忐忑 因為這個下去就差不掉了 還是 我還好 因為我做十年了 所以 所以沒問題啦 我知道這會在哪裡 所以一開始會 一開始 剛開始學刺青的時候 會很緊張 你為什麼會想開這間自信店啊 為什麼會想開自信店啊 嗯 因為想要有一個空間是可以讓我自由創作的 嗯 對 因為我除了自信以外 我 我喜歡做一些有的沒的 像畫畫 畫褲子 畫 嗯 畫 那個壓克力 顏料 對對對 所以我希望有個空間可以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對 了解 對 設計衣服啊 設計一些 嗯 褲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有了這一間刺青店做成 據點 你就可以 發揮很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對不對 實現自己的夢想 對 刺青對我來說的意義 你比較像是 他比較像是一個我喜歡什麼樣的自己 然後我靠刺青這方面來打造我自己這個人的身體 他有點像是我的自由意志 我喜歡我自己這樣子是更好看的 所以我讓自己這樣子是更好看的 我只需要對我自己負責就好 嘿 酷 如果用一兩句話 讓你形容刺青的話 你會怎麼形容刺青啊 我會形容 因為我刺青都會問客人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刺青對他們來說 這是一個故事在身上 所以他們每個人的意義不一樣 雖然我們覺得很頻繁 但是在他們人生歷程來說是 很有意義 意義心重大這樣 所以每個刺青 外人看來可能就是一個土害 對 但對於那個刺在身上的人 可能都是他生命歷程當中一段重要的故事 老師啊 這次特別謝謝你囉 帶我到樓上逛了一圈 哇原來生意這麼好耶 每一個位置都有客人在刺青 所以現在刺青的風氣真的比以前新盛很多 對好很多 而且你看都是年輕人 對 超酷的 翻轉了很多我對刺青的想法 跟過去錯誤的觀念吧 現在我還真的比較能夠接受刺青這一個 我們要稱他刺文化呢還是一個 現在逐漸融入主流文化的一個 不一樣的藝術表現形態 老陳那我還想跟你請教一下 一般客人進到店裡面 從討論或踏進來 到真正刺青 大概會花多少時間做討論 討論大概十分鐘到一個小時都有可能 不一定啊 對要看客人的需求 對 有沒有來很多次的 沒有通常都是一次 一次就決定了 一次討論完 就大概知道構圖會怎麼樣 對後面再做修改 再確定時間就來刺青 對 所以其實會踏進來 基本上腦袋已經決定要刺青了 對 然後只是看看這一間店的風格 或者是構圖跟他想像中一不一樣 對 了解 那費用呢 費用就是 最便宜是 英文字那種都是三千塊 就刺一排英文字 對就是小小的 因為大部分就是基本價格 那如果再往上十幾萬都有 就是整隻 大面積包手啊 胸或背 都是 這種價格比較多 就是一隻手的話 這樣包起來 對 十幾萬 然後一隻腿呢 也是十幾萬 有可能到20 因為腿的面積跟背差不多 你把它彈開 那個皮膚就是跟背一樣大 真的齁 因為它是一圈的 對 老陳 那胖的跟瘦的 價錢會不會不一樣 有喔有差喔 真的不一樣嗎 我只是開玩笑的 真的 真的 是算面積的嗎 真的是算面積 因為面積越大 我花的時間越多 真的啊 對 但我突然想到 如果有一天我刺了變胖了 那突然會不會變息 會 那怎麼辦 你要瘦下來 其實這也是一個 也是克制 你只要刺青 你怕變胖變性 那你就不會想要變胖 有點像減肥的概念 有道理喔 最後一個小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在台北 他也是做刺青的 很久沒聯絡了 可是我一直從其他的同學裡面 聽到他的消息 聽到他一個月可以賺不少錢 我聽說他可以賺到三四十萬一個月 這樣對刺青師傅來說 這樣的收入是正常的嗎 還是他的算高 蠻正常的 但有點算中上 對 那刺青師傅 他大概收入的range 會在哪裡啊 range一個月 剛起步 因為不穩定 所以大概幾萬塊 這最開始 從學徒開始 但是你越做 時間越長 年資越久 你技術越好 技術越好的話 你就會 費用就越來越高 對 你聽過收入最高的 最高的年薪 月薪百萬 月薪百萬 對 所以現在沒有所謂的小眾市場 只要有市場做得好 你能夠在那一個行業裡面發光發熱 其實要賺大錢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對 只是你要在那個行業裡面做到八間 對 而且大家現在看了 你看我們樓上那些 正在刺青的年輕的妹妹也好 或者是幾個很帥氣的年輕人 他們都跟我們想像當中那些刺龍刺鳳的不一樣 而且我一直覺得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以前的媽媽自己就會刺青啊 為什麼會反對小孩刺青呢 你看他們那些紋眉 或刺那個眼影 那不就是刺青嗎 那都算是刺青的一種 對啊 自己都刺青還反對小孩刺青 其實最主要擔心的還是兩個吧 我自己在想 第一個 他擔心小孩子因為刺青而學壞了 他會跟這一群朋友混在一起 可是大家今天看到了 其實這些在做刺青 從刺青行業或真的來刺青的 他不像我們傳統觀念中 都是黑道的才會刺青 這個已經不一樣了 第二個很擔心的 父母其實都是為小孩好 他擔心的是你刺在身上一些比較外顯部位 將來如果要找工作 或者是被一些其他人看到 他會對你有一些既定印象 對 所以父母親還是為小孩好 才會有這些擔心 所以如果真的想刺青跟父母溝通清楚 我相信父母親都是 現在都是很明理的 對 真的要溝通清楚 對 這樣子也可以避免掉很多的困擾 對 那最後一分鐘兩分鐘 給你做個自我介紹 也幫這一間綠洲刺青做個介紹吧 我是綠洲刺青的老陳 但我們這邊其實不可怕 人大家都很友善 對 你好好地跟 進來我們都會很有禮貌跟你溝通 對 我們在桃園市中立區愛國路 33號 對 然後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是在好朋友對面的巷子裡面 有一個小小的招牌上面寫綠洲刺青 對 我們真的不可怕 不像那些 看起來門口就蹲一些 兇神惡煞 對 對 其實刺青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他刺下去啊 就是一輩子的事 對 所以進來不要擔心 然後進來一定要溝通清楚 有什麼問題盡量提出來 不要刺下去之後再反悔 那就是一件雙方都困擾的事情 對我們都會確認你真的要刺下去 然後給你簽一個同意書 因為怕你會反悔 但是我們會再三確認 對 如果你真的反悔 那還可以 因為還沒下去 因為刺青是一輩子 我們不希望讓你身上留下遺憾 對 所以有任何的疑問 講清楚 溝通明白 你看他也不像是個壞人 我比較像是壞人到真的 好嘞老陳 今天特別謝謝你啦 那我們一起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吧 好 拜拜 Lily 我聽說你最近要發起一個什麼活動啊 喔對我最近其實我想要發起一個公益刺青的活動 喔 因為你有看到我們店裡有很多貓 對 那我其實在做刺青前 我有在做經手過貓咪的中途之家 然後我在做的時候我就深感 就是大家其實是想要發揮愛心的 但是就會變得有點像是 願意發揮愛心的人反而過得很累 要自掏腰包的去負擔這些東西 對 那我想說我能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能用我的技能去付出 回饋給這個社會什麼 那我就想 我想要舉辦一個公益刺青 然後金額是 有一個最低限額是500塊 是 但是500塊其實以一個刺青來說 其實算非常的便宜 對 但是我是想要用這個東西來發起一個 最低金額是500 然後網上的金額是水洗 那我們只會扣除250塊的成本費 是 其他的部分我們都會捐助給流浪動物的使用 喔 對 然後 我上次發起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 有蠻多同行想要共襄盛舉的 是 那我想說能不能藉由這個機會 剛好發起一個 有點像是常態性的這個活動 是 因為以往可能有公益 公益活動都是可能 一年一次 一次 半年一次 我覺得我比較想要把它做成 每個月我們可以來玩一次到兩次 就是 你可能來這邊刺青 反正就最少500塊 然後你就至少捐250塊出去 對的 沒錯沒錯沒錯 不錯不錯 所以就是水洗 我覺得就是大家一起共襄盛舉這件事情 都為社會多做一點事情 對 欸 理理謝謝 不會